用了这个参考用书 大概用了大概这几本 比如说 这个三秒钟搞定Excel 这个书名取得很好 不过当然不可能说 一下子马上可以了解 不过它只是让你知道说 这个其实还蛮简单的 另外呢我有用到一本 其实这本Excel职场函数468招 那这本书的话 它的好处是 它的范例有468个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468个范例 都了解的话 那我相信你对Excel函数 应该是非常的熟悉 如果说你Excel的函数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你可以很快的 把结果给做出来 当然如果你熟的话 很快的问题就解决 但你不熟的话 你可能要慢慢 用图法练钢的方式来做 那当然另外还有 有关VBA的书籍 一般常见的话 像底下这两本 其实图书馆应该有 有这些书籍 因为你可以把它借来看一下 像什么超图籍Excel VBA 那这本书日本人写的 我觉得写的还蛮不错的 那还有一件 搞定所有报表 这本的话也写的不错 那观念 不过缺点是 很多同学 自己看书 大概都看得懂 但是真的要把程式写出来 倒是有点问题 所以也许我们后面的重点 会摆在 教你怎么把程式写出来 这件事情 其他还有像一些 可能再更进阶的参考书 如果有兴趣同学 也可以自己在云端上面 我刚刚放在范例党的旁边 有一个上课的讲义 在我们刚刚的云端里面 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是 这个讲义的部分 所以你讲义里面也可以看到 那这个讲义的话 基本上也有我们刚刚放的这一些 相关的那个参考书籍 OK 那其他的话呢 未来的相关答案 除了在讲义里面也可以看到之外 你也可以看一下那个云端白板 只要我有范例题的话 基本上在云端白板里面呢 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那个参考答案 OK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范例党先下载下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ECLVBA里面的一些相关的细节